母亲节哟 本来带我妈来吃大餐 然后到这边她走掉了 走掉了 超猛的 看不太懂 我认真看不太懂 然后后来里面的员工跟我说 我妈吃了霸王餐 没付钱 直接走掉 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我还想说请她吃大餐 给她一个礼物 超猛的 我真的有点看不太懂 超猛的 各位真的是很值得分享 真的有点生气 母亲节哟 本来带我妈来吃大餐 我在家里 刚在工作 所以迟到20分钟 我迟到了 那我妈答 我有答给我妈 说我在路上路上咯 她说好 然后到这边她走掉了 走掉了 超猛的 看不太懂 我认真看不太懂 然后后来里面的员工跟我说 我妈吃了霸王餐 没付钱 直接走掉 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我还想说要请她吃大餐 给她一个礼物 超猛的 我真的有点看不太懂 我本来想说 母亲节大家都在晒妈妈 好 那我也来拍一张我妈的照片 结果给我搞这一出 直接走掉 然后我说 妈 你现在回来 我要请你吃好料的 不回来 蛮帅的 蛮帅的 真的蛮像周润发的 没有这一天 真是的 这样对我们 那我两个都没房子 把我的房子拿走 钱拿走 我们两个到现在在漂泊 在租房子 像话吗 你竟然对我不想来看你 知道不知道 是儿子一直想说 看爸爸的 隔不久不想见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痛恨你 早上的九点四十七 到了 这里是哪里 新北忠林寺 就是国君弟兄前辈们安宁的地方 哦 了解 所以爸爸之前的职业是军人 青年军军福处的 哇 所以 我已经在天堂了 是 是 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 是很绝好 有奇特 爸爸一定等你很久了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这是我第一次来 自己亲人休养的地方 是 所以我问一下爸爸 他后事是有人帮他办的吗 应该就是军福处的人协助办理后事 就也不是他的亲人 不是 是 逻辑上待会就会看到爸爸的照片 对 没错 天哪 等一下就要第一次看到 爸爸的照片了 我问一下 之前其实就有先找到爸爸的照片 对 就在骨灰罐上面 所以那个是唯一一张剩下的照片 目前找到的唯一一张 是 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就是说 第一次 我看一张照片 没有 叫 叫 让 蠻帥的 真的蠻像周润发的 真的 眼睛蠻像周润发的 好像他比较像马马是不是 你来看啊 好陌生的感觉 对 真的有像周润发的 生于民国13年 足于民国89年 想不到就是 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 然后 这也是唯一一张照片 小群是两岁后就离开 所以你也没影响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就零印象这样子 有点不可思议 妈妈要看吗 不是不能忙吗 这样什么意思 你先不要看 你先闭眼睛 妈妈有看过吗 有啊 快气死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把我房子 还有我的家当都拿光 你有好结果吗 你到那边也不会好日子过 跟你讲 真是报应啊 对你这么好 你这样对我 你想把他送孤儿院 把儿子 那想烧死我们母子 你对吗 你也有这一天 真真是的 这样对我们 你让我两个都没房子 把我的房子拿走 钱拿走 我们两个到现在在飘火 在租房子 像话吗 你这样对我 不想来看你 你知道吗 是儿子一直在想说 看爸爸的 哥不就不想见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痛恨你 心里的难过 没有人知道 天哪一头雾水 看我妈混成这样 都不知道我爸现在 那我是在天堂来地狱 可不可以只听单方面说辞 会不会 还是我妈是因为太爱她 爱到恨了 就是有时候太爱一个人 会导致 到最后会变成恨 真的是 爱与恨一面之间 天堂与地狱 一线之隔 谢谢伯哥 谢谢同仁们 虽然说寻人可能是 真正设计在2%的内容而已 但是对我来说 已经是全部了 虽然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但是能看到他的照片对我来说 已经很满足足够了